在我国踏足政坛超过半世纪 林吉祥早已经是民主行动党的升招牌 近期击打选民圣邀林伯 角逐亚罗士打国席 不过林吉祥毁聚了这项邀请 最名年届76的政坛老将 今天现身江家普莱 与选民交流后强调 如果竞选 镇临山选区肯定是首选 值得一提的是 镇临山近期出现许多巡人启示的海报 而找的人正是林吉祥 启示上写着 你有看见林吉祥妈的标语 同时还著名 对方最后一次现身 是在505大选期间等等 讽刺林吉祥鲜少出现在选须 调侃意味浓厚 对此这位江湖老将反击 这根本就是马华的行为 目的就是为了攻击他 林伯面对第三电视记者的提问时 更当场要求对方出示数据 记者会现场顿时充满火药味 林吉祥解释 过去三个月都在全国13周走透透 呼吁全民拯救马来西亚 却换来国阵的多重攻击 同时林吉祥也点出 乌统宣传主任丹斯里安努亚 穆沙早前举办林吉祥是种族主义者 反伊斯兰及51年独裁者写作比赛 还将奖金从1万令吉提高到5万令吉 都凸显对方是一位非常绝望 低俗以及不负责任的领袖 另外针对乌统不断灌输 无意选民一旦乌统在来界大选 打败仗的话 马来西亚的政权将落在反穆斯林 和反马来人的行动党手中 林吉祥形容 这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指控 这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指控